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港都生活节系列活动 上周六在香蕉码头热闹登场 除了舞台表演轮番上阵之外 也邀请了许多乐林团体摆摊 展授了手工艺品 更打造了一条颇具古早味的老行业复古街 摆放了三轮车等许多台湾早期的生活用品 是勾起了不少长辈的旧时回忆 整场活动就在主办单位的精心规划之下 让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悠闲的假日午后 港都生活节下午三点准时登场 加着台客舞比赛冠军头衔 善心社区发展协会精彩的舞蹈表演 立刻炒热现场气氛 以严陈古山昔日老高雄作为活动主轴 港边市集自然不可少 现场老行业复古街摆满了各式各样台湾早期文物 从盐滩 挖柜滩到皮鞋滩应有尽有 其中三轮车最受欢迎 坐在上头绕一圈 旧时回忆立刻涌上心头 这个脚踏车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以前没有什么汽车啦 甚至摩托车其实都没有 都是靠这个脚踏车 满满的回忆都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大力的来推广 毕竟现在的小孩子滑手机滑太久了 看电视看太久了 其实都已经忘记以前那个时代 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来生活 三十多年前的坐三轮车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的少 而且今天真的感受非常感动 真的太棒了 有复古回忆当然也有美味小吃 不仅社区妈妈准备的古早味小吃大受欢迎 青年港都推出的盐烤美食及海味小吃大放送 更是吸引许多民众排队领取 只要简单下载APP 澎湃好料立刻奉上 觉得很台湾味 然后又带有一点日式 觉得跟在地的文化来做结合跟公益 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港都来邀请我们 我是很开心 然后又是严惩又严的料理 就有那种写的发音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企业结合 然后让我们透过很多的公益团体 把他们自己的特有的一些名产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东西带出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让这个活动来结合起来 让它更整个 过程一个港都生活节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棒 阎城古山是昔日老沟雄的发源地 从巷弄街阔到港边窗户 都有许多快被遗忘的故事 透过导览人员深度解说 体会到上一代的精彩人生 我们的香蕉码头在什么时候 然后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他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从这边走 港都生活节安排各式各样活动单元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尽情玩耍 气垫城堡 钓鱼乐趣 开心一下午 年轻人驻足欣赏玩创世纪 乐林团体的手工创作 至于老一辈的能细细品味 复古街的怀旧点滴 三代同堂一起欢度悠闲的假日午后 港都新闻李嘉隆王思午采访报导 新闻李嘉隆 先进阅 好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iper